如果要说到薪水最高的行业 像是该我们看到的 机师或者是医师 可能都是会在前三名的 不过呢 其实医生往往是照顾病人 却没有照顾到自己 台大医院今年就替院内 45岁以上的主治医师 健康检查发现 竟然有14位医师 得到乳癌或者是肺癌 幸好是及早发现了 肿瘤都切除了 不过民众听了很心疼 也希望政府能够帮这些医师 订出合理的公食 避免过劳 今天就有位罹患过两次乳癌 两侧乳房都切除的 当事诊先生说法 他说呢 离癌之后运动很重要 可以增加体能 让他更有体力来接受化疗 真的很心疼他们 口中说的心疼对象 就是帮民众把关健康的医师们 因为台大医院 替院内45岁以上的主治医师 健康检查 竟然发现包括副院长黄世杰 台大医科教授李柏黄 在内的14位医师 12个人得到肺癌 两个得到乳癌 怕引发病患恐慌 当事人低调 不愿受法 还好发现得早 肿瘤都切除了 逐渐康复中 因为我们真的 民众如果生病了 需要这些医师 来救治我们 结果他们没有那个体力 那到时候怎么办 一天都要开放 很多病人 他们吃饭都没有正常 所以应该是太老命了 多数医师明明不抽烟 怎么也会得到肺癌 其他医师推测 可能因为帮病患动电烧手术 长期铺路辐射和空气品质 不佳的环境底下导致 也有医师认为压力大 工时长都是主因 消息传开后 年轻医师也想跟着做检查 穿着印度服饰 一下跳舞 一下半蹲 55岁的文娟杰 先后罹患过两次乳癌 乳房全部切除 从前后他体会到运动的重要性 爬过四次玉山 他准备要第五度再登顶 在床上起不来 但是到晚上我一定要起来 去运动场走 外面走一圈 所以他会支撑着我 很快速的让体能复原 还有让减轻化疗的不是 调查发现李乳癌的妇女 如果不运动 死亡率会比常人高出四倍 一旦有人运动习惯 可以降低五成死亡率 和两成五的复发率 用过来人经验 他们要和大众分享 运动真的很重要 有电TV陈静瑜 台北报导